教練 教練 各位學員,大家早安,大家好 好 長安睡了好嗎 你應該是睡第二禮拜 因為國際班還可以睡第二禮拜 雖然我是已經睡差不多三十幾次 但是每一次,頭一天我都睡沒什麼好睡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映暗就一定睡得很好 不過我看是很羨慕大家 睡得,我覺得大家都睡得很好 那音角都很多 但是,大家都說我長安睡得不好 我心裡是想說,睡得不好,那音角那樣 那又是讓你睡得好,不知道要變什麼 不過這樣,大家都很辛苦 我繼續在長安的上課 要含各位說的就是 我們台灣的地方 到今天,大家在迷迷糊 其實,其實並不迷糊 杜樂師 是當時的國務卿 我丈夫說一個禮給各位聽 就是說 我 從這架零車 來賣給 我們的班長 潘志宏 潘志宏是那個 我們的宜蘭酒的副酒店 我是批倫而已 批倫的 我這架零車來賣給我們的潘志宏 當然這架零車 他租款 就是變成潘志宏的 所有款就是潘志宏的 潘志宏 他自己沒要塞 他交代這架車 給他的後生去塞 他的後生車 這架車 沒有傷心 去把他撞到 現在把他撞到 警察也好 犯人也好 就說要背 他的後生說 我將這架車賣掉 還是犯人 還是警察說這架車賣掉 來去背 這樣這樣不行 為什麼不行 因為潘志宏會跳出來說 不好意思,車不是我可以 這架車是 我是所有款 你要買這架車要經費我當然 各位,同樣的進行 台青帝國的風土 從台灣跟朋友 來英雄掛入日本的天空 所以日本天空有這架 土地的所有款 日本天空 他的國家的政策 國家的系統 就是要交管理款 給他的收上 就是交給他的政府 政府就是收上 收上 他去 日本這個土地以後 他發動建政 杜樂師 當時 在1945年8月15 到央一後 和1955年到央一後 古金山河平雕獄 簽了這個六七年的中間 杜樂師是 豐文日本天皇三次 當然杜樂師是 豐文所有的參戰國 看他們那些人的意見是怎樣 豐文日本天皇的時候 日本天皇有 生命一件一件事 就是說 我日本天皇 並無暫行 發動太平洋建政 是他的收上 叫做東條英姬 發動的 軍事政府發動的 所以呢 同盟國 六月大家決定說 這個事情 應該讓東條英姬來扶植 日本天皇沒有關係 沒有負那個戰爭的責任 這個禮 就是像我前往前 用家庭車做禮 讓國語了解 那你怎麼了解 現在台灣 不像那些家庭車一樣 東條英姬發動的 所以當然 東條英姬去給 軍事發動 判死刑 執行死刑 但是日本天皇沒有受到 任何處分 因為 在建政裡面的責任 日本天皇不用負擔 所以 我如果說 用這個禮 你就能夠了解 台灣 不像這家家庭車 現在這家家庭車 有去撞到 就像是世界大戰 台灣不像這家家庭車 有去撞到 撞到什麼人 撞到美軍 美國 派軍隊幫你打 派軍艦幫你打 派飛機幫你打 派飛機幫你打 抱歉 你建政建輸 你也要爬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發展在這個地方 戰爭的責任 你台灣 你如果真的要自己去自治 甚至將來有一天自己去建國 這個建政的責任 台灣人要負擔 今天 你台灣的地位你不清楚 就是有很多國際法的專家看不容易 甚至不知道建政法 這個組成說 用感情的方式說 台灣就要獨立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表面上看起來 台灣好像是親像一個標準的國家一樣 但是實際上不對 是占領中 照美國的軍事政府的規定 和平調約生效 不一定要撤退 美國有破例 185年 183年的時候 Close 3 Harrison這個破例 和平條約生效 沒有代表說軍事政府要繼續 那軍事政府要繼續要怎樣 要參與他通過相關的法律 或是美國的總統 來選佈 這樣 這個軍事政府 才有離開 自疫苗 四五年到今天為止 美國的總統 美國的參議員 從來沒有宣佈說 軍事政府結束 那軍事政府沒有宣佈 就是應救有軍事政府 這個軍事政府是怎樣來參選的 美國的憲法有規定 美國的憲法有規定 不管是海外 還是以美國的國來 發生建政的那一天開始 軍事政府開始出動 軍事政府自然成立 所以你看看這個例 中華紀人 navig, 牛, 阿富汗, 伊拉克, 好多久 km 哥, één島, new forests, 古巴, Phillippine 发生战争的时候 美国军事政府都同时就已经成立了 但是他要撤退 都一定有照整机来 所以你看 战争是有一个程序 不是说要抬就抬 所以当年 中华民国和日本 日本在1937年去他的当伯 去给他占领 当时日本会有何处之类 我们日本进出中国 他没用建筝呢 是什么 双方没有宣战嘛 什么时候宣战 旧街旧1941年12月初九 选战 因为12月初七 日本轰炸珍珠港 12月初八 罗斯福在国会选拨一个月 就是说 邪恶的日本帝国 昨天轰炸了我们的珍珠港 你要由国会 听清楚 是国会选择 不是总统 总统不能宣战 总统没有宣战权 就要国会选择 所以同样就是要继续 也是同样 要用经约国会 来开会 来决定说 建筝结束 所以你看 1945年8月15日本导航 那天是不是又中战 不对 中战的意思是什么 是真正都没有了 其实日本导航 那个时候呢 北海道那边 苏联 搖和军队搖和打 因为怎样 苏联一直想说日本 这样他就冰 他说苏联的冰 已经有这个亚洲 有宣战土地 他也要分一百公 当然啦 这个事情 经过差不多两三天以后 和1945年的八月十五 他也差不多八九月 然后 美国这里大家出面说 苏联你去做什么 人们都应用到行 不然你去做什么 所以 在和平条那些什么时候 苏联啊 他就没想说 当然他是去莫莱啦 他想说 哎 探机会我可以接到土地了 其实 苏联那时候 在这个三四年前 某派他们两个记者 来访问我 访问我 访问我的时候 我有说见证犯 他没说 他们那些记者 我感觉 我的感觉是说 他们都知道 但是他们跟我说 我北海 北海道 其实拜好 北方四岛 现在苏联检 四岁都 在整形跟台湾差不多了 那就是 苏联就是 这个叫做日俗二战 苏联检 台湾是什么 日俗美战 所以最近 我们在日本 发表这些文集里 日本的国际法的 学家 都揣一条 我跟他们 基础说 你们 没想到理解的问题 就是 英文要翻译到 你日本的地方 你们都翻错了 是这个Renounce 不是 放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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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说放检 这日吗 其实在美国的 放检 有几个日子 在一起 也是放检 但是放检 有什么放检 我放检 我又撞桌回来 我放检 就没要撞桌回来 不一样的公反 所以你不能看到放检 你反应说放检 不是这样 像我们在国际犯意 罪告犯意 我们去告米国的时候 罪告犯意说 把我们的case 不是reject 他用一个博肥 但是这个博肥 不是用reject 如果reject 就是博肥意思 这个博肥 变成说 博肥就是 已经你这个故事不对 所以 你要知道 英语 在这个文字里面 很多的意思 包括就这些和平条约 它的最后一条是什么 你们在全世界 对就这些和平条约 有意见的时候 一律 以英文为主 英语如果说就是这样 所以 汉语也很麻烦 其实 在差不多在1900年 过一 2000年开始的时候 最近而已 最近这几年 这个主权 汉语教主权这两次 已经叫管辖权 以前中国人不懂的 什么叫做主权 Saventy 所以 中国人的看法就是 建议是管辖权的意思 所以 台湾的问题 这么亲 的意思就是 这个翻译 实在说 你若是一个有心人 特别说 中国人 中国人 忧心 要将我们台湾这个土地 要它并吞 这是1830年以后 就不允许了 就是拿破仑的时代以前 我如果建了 这个土地 我如果占了 这就我 以前是这样 但是 六月1830年的以后 建政法 出现以后 就开始不行了 就是说 占权 你不能以专人的租款 如果说占权 可以併吞的时候 我想 现在全世界 一半以上都叫做美国 因为美国很强 美国去占伊拉克 伊拉克 没有变成他的 没有啊 阿富汗没有变成他的 没有啊 如果这样 所以 这个建政法 国政法 的好处 就是这个所在 所以 我们今天 我们台湾民政法 所利用的 就是用国政法 来解释我们台湾的地位 和美国都不敢说 我们的不对 所以 他刚才说一半 最后反应 reject 我们的case 这个reject 不是驳回的意思 当然啦 我们找不到 更好的 汉医来说明 教徒你如果说reject 就意思说 待审啊 等待审理啦 因为最后反应 还没抽到嘛 会抽到没有 我跟你说 我们民政法 民政法 让这个国务医 开始跟我们 接触的时候 他就会重审了 很清楚一定会重审了 我们现在是在做什么 我们做 我们要接到 健康的代性的准备 所以 大家到那一天 你会觉得 我身为本土台湾人 很荣幸 很高兴 就是说 是怎样 美国 本来是要把我们绑一百年 为什么要把你绑一百年 因为美国 对中国人啊 非常的好 尤其是这些中国人 像这些那些人 美国是因为说 中国 有去帮忙到美国 所以很多美国 现在是国务院里面 国务院 尤其是国务院 有很多都是 他的别母 都是牧师 本来在中国 所以中国呢 以前对美国人都很好 所以很多牧师的孩子 现在都在国务院 中间的阶层 我们最初听的 就是这个阶层的人 那些人是全面 外向中华民国 所以我们的这么难 是因为 因为美国在行政 是由国务院在控制 但是如果好着好家债 我们民政府的对口单位 是什么 是美国的国务部 国务部 国务部 军事占领我们台湾 所以 如果我们要诉求 我们是向国务部诉求 不是向国务院诉求 中华民国是向什么人诉求 向国务院诉求 所以大家要很清楚 我们向国务院 来诉求的时候 有什么国务院装傻 叫傻傻 因为 里面很多都是 握中国那边的嘛 所以呢 我们可以故意说 美国国务院里面有一个 两岸关系的主管 我要说人 这个人是我们台湾人 因为最近 他也有跟我说过 他在分析 国务院 现在是在我们台湾 对中国这些看法 甚至他也有背在台湾 和我们记过面 我们今天 台湾这个土地 要走出去 就是要跟美国的国务院 这个国务部 为什么要国务部 因为国务部的五角大厦 就是美国的国务部 他们的USMG 管 就是管在国务部里面 所以我们当年 我们是顾美国的国务院 总统 不顾国务部 国务院里面 也跟我们台湾说 你若要去顾国务院 我说没了 稍等 世界上的观念是什么 顾爱智 不是中文民国说 你若顾爱智商 不用花钱 在美国要花钱 1.5-5百 很贵 当然 在202,000% 有202 那时候 那个时候 还没成为台湾民政府 但是台湾民政府的前身 由我 今年280的人 去顾美国 我说这个事情在美国来说 非常风洞 是欧巴马他开会也要将他的六个单位集合 那时候他刚刚调了 他说我刚刚调总统而已就有人告诉我 这个Ragio Line这个到底是什么人 叫华盛顿的台狗去问他 他说我不败的 当然啦 现在他已经败了 一边在顶顶各位他也有派他的兄弟 我不会跟各位说 他派他的兄弟亲身来我们台湾 从我们民政府这些主管都非常赞 那天刚刚是AIT里面有一个商礼 我们的代表 我们这个商礼也很出名 我告诉你 尽量说给你听 我们没有六个州的州长和这些主管 总统十几个人去 总统像那套西庄帝幕 AIT这个人 从我们台湾民政府公祭的时候 白套一个 马英九叫蒋乃鑫 市議院代表 本来蒋乃鑫 想说他一定要白套一个 我代表马英九 这个区白昕竟然 要开始公祭 台湾民政府 代理总理 总理代表就是 蔡西元 我们十几个人站起来 美国FBI的头帽 在这里 都走一条 他们都走一条 尤其这个蒋乃鑫 在这个店里的医院 去把那个主家说 台湾民政府 这是哪一个单位 但是他们现在都知道 他们现在都台湾民政府 因为我们穿这个 都帝幕 都一致 我们的总理 还黏那个济文 黏得很好 其实那个济文 我知道总理 黏死死的 那天我们说 这这么个阿渡 要什么济文 增加他们的印象 后来我们就走你 欧巴马的小弟 就在问说 会对一个高兰兄 我也去给他按一个手 后来他们回去后 他有跟美国的 那个做 CIA的总部有说 那一项都有想出来 他说这些人 面看起来很坏 都很温柔 我就跟他说 我们这些人 不是武装革命 我们是都文心的 我们要用法律 他们才说 其实法律 比武器更厉害 所以外公就回来 美国的国务院 有尊教美国的法院的办法 这个办法是什么 我以前选拨三项 第一 台湾人没有国际 台湾人没有国际生人的政府 第三 台湾人民生活在政治的严格 其实有七八点 但是我今天要再说两点 第一点 就是说 美国的法院 要求美国的行政担任 要替外国 就是我们 替外国 要要求的东西 要达成外国所需要的东西 我们需要什么东西 台湾民政府 所以在2010年的时候 7月4号 美国国务院 主动 听清楚 主动 我们不知道 主动 要求 台湾民政府 去美国的 华盛顿地区 设办公室 办公室 办公室在哪 我让你的名片 上面都有 我们这些主管的名片 第一个都都有 也有电话 你去看 显主席 要还有秘书在接电话 所以 下午9月7月8日 在四季饭店 给我们提醒一个庆祝酒会 9月7月8日 我们民政府庆祝酒会 10月7月10月10月 中华民国 基盤的所谓的国庆 这80人 咱的酒会有几年 一百八十的人 美国的四大家族的政敌四大家族都有出息 当时美国的五个单位都有交 国务院 国防部 CIA 国家安全和司法部都有交 这个交代表什么意思 已经升任台湾民政府的意思 当然 今天没有八爪生互利 如果八爪生互利 今天就不用到这里在什么困难 就已经接政策了 八爪生互利 所以有的土耳民看不到 你都没有八爪生互利 都没有尊重 有行动就是尊重 像我之前想向国家介绍说 什么也叫做占领 空中地区给你管制 有算占领吗 有啊 给你宣布说这个地方你准备 不可以过 我要给你打给你 这个地方有尊重吗 有啊 但是你有看到军队吗 没有啊 美国在我们这个地方 随时发生事情 一点前久 他妈想可以刮告他 这有算尊重吗 有啊 怎么没有 这就是尊重啊 而且他要告这个地方 不可以给你通知 这就是尊重啊 他如果要给你通知 他就叫做入侵啊 侵略啊 那些美国的加油机 你们看到博爪里面说 什么是一个公公子 打拼 有啊 他这加油机停在松山基地区 有通知中法民国吗 没有呢 他要停就停呢 这就是尊重啊 这个就是占领啊 因为如果不是入侵 他们就是标识说 我有这个管理 他是这样的尊重啊 311日本的大地盘 美国撤侨九百名 没要撤到韩国 撤来台湾 AIT去他办一个窗口 直接接管他的custom 就是海关和移民署 不用减罪 中法民国的关卡 二次就直接走过去 这叫什么 尊重啊 所以 那个队外面说 我没有看到美国军事政府 我没有看到美国人啊 在这里啦 美国的尊重就在这里啦 不一定说就要穿 美国的借户带着钢盔牌穿 你看到 还在尊重啊 NO 这观念啦 所以我说渐渐犯 有穿的地方穿在这里啦 逻辑 逻辑学上面啊 要逻辑啦 所以我常在想啦 逻辑工的人 来设建政法 不常说 要理解 更好理解 设文科的人 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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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有在想说 我们现在将来 我们要开一个建政行业 是不是应该来设理工的人 来设这个 这个有关的建政法的部分 我们台湾将来要用什么 能够竞争 我们要用什么够竞争 没有什么够竞争 但是要用什么来保护自己 法律 用法律就能够保护自己 所以呢 我说台湾 我是因为台湾的未来是非常非常的好 当然就是看我们台湾人啊 自己本身哦 拆卸到什么样的程度 所以大家都很辛苦 在这里上课 费尽心机 其实我们在台湾就是 有关法律的部分 这个法律的部分 有很多事情 要用头脑 不是用死背 我背头条文背得很好 不好 这种的逻辑上 你要知道 我刚刚解释 什么样的东西叫做占领 美国已经有账领台湾 因为他刚刚的第五点 就是美国那个判断的第五点 就是说 美国法院已经承认 台湾仍然在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 这个判决书里面有 这判决书里面 就是我你说的第三本 最终地位第三本 但是都英文的 我没期待说 大家要去看那本 因为你看那本哦 你只看一天 不然你一天 插一班 插一星也不一定 所以我没希望你看 但那本新台湾论 你要看 你说的新台湾论 现在没有新台湾 你走去看看好不好 都有啊 真的假的 对一天我要给你检查看看 你一定要讨论 因为新台湾论 有很多 有关战争法的概念 都在里面 那本我不要说咱们 跟美国 美国国家来的 国务院来的 台湾小组 他们就拿那一本 那一千千把我拿 拿三本 日本的外部姓 也千千来台湾 拿两本 所以呢 包括日本 台湾 是怎样的日本人 现在开始 大量都要来台湾 要不要来讨论这个问题 他来不是要去 訪問中华民工 所以我相信 我相信 我们这个论论 这个建签法 这样的论论 有一天 一定会 我们现在要很沉着 点点做就好 不用太炒肥 我明天要接钱 我接着钱 我要跟你怎样 不用 时间到 自然人就知道 我们现在就要培养实力 什么实力 美国给我们加 四千名 我们现在要向美国要求 美国军事政府 若是要台湾的设论 台湾民政府 第一个要接管的是什么 你有想过吗 你有没有想过 军队吗 要不要接警察吗 总统那位吗 海关 还不错呢 我考虑我相信 大家有在看 为什么接海关 因为 过去的雷 包括在琉球 美国是先去接海关 因为接海关 有什么东西 钱就收入了 海关要税金啊 我们民政府现在不是没钱吗 所以美国会说 你先接海关啊 你如果接海关你落钱啊 对不对 因为其他的 其他的税 或是什么发育 就要后面 我们民政府 在那里 几度以后 才就决定了 不过我们钱太多 后面全台湾都不用税 很有可能 如果大家都不用税 台湾人很高兴 不用做兵 很高兴啊 不用买母气 很高兴啊 高兴的事情有够多了 我也跟你说 接海关 东西 东北 东北的那个 高铁啊 马上要兴建 我希望说 可以在年半 还是两年里完成 你说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有钱怎么不可能 一段一段 发国际包啊 东北 可别说 有五百公里 很简单嘛 五十公里 发一个国际包 五十公里 发一个国际包啊 它規定就好了 钱开了就有了 那那天 完成的时候 两三 两年的里面 台湾你住在什么地方 要去任务的地方 一点政府 还是一点百政府 都会交易 那这样 全台湾的房地产 都怎么样 都怎么样 扶起来是没劲的 扶起来是没劲的 大家都有房子啊 要扶一桌 什么人买房子 谁要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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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有钱啊 你买那买做什么 所以 那个时候 台湾人的观念 要开始改变 利用土地你贪钱 我感觉那不道德 你土地 是用 每个人的力量 替你贪钱 这种的钱 可以全是什么人 公家嘛 那到那一天 你不太贵 要钱 因为你薪水很高 一公月两三 一年内有两三公月 休息 可以去出国 钱尽量开啊 不用交税金啊 生活很愉快 那年轻人一年很高 因为白欧的那些 金头发的男女啊 我们把他们来台湾 在这里设置都不用钱 还跟他们结婚 真好 下期我们的孩子 都是金头发的 不错 对不对 这个败啊 但十次大家都拍手 拍到不下 这个有感觉吗 有没有 拍手啦 但是我跟他看 拍手的人 你都没机会啦 你那好赛才有机会啦 你看人家希特勒 东西什么优生学 其实他利用这个呢 当然 我们不是用那种不人道啦 你看看 现在在社会林来峰 那中华人 191公分 我看他白欧也没拌卧 他的白欧也跟我差不多而已 那表是什么 人家吃的东西 听说吃牛奶和牛肉 会胖 他说到这个 我说一个给你们照 这是我们家的秘密 我妈妈 整天我们孩子都不能吃牛肉 但是我跟我妈妈说 他八十几个月 我说哎 我都要抬卧 我抬卧 你那孙子 老板都生得和我们同样 抬卧 会害 他说我没办 吃牛肉 会努力 知道不知道 现在我们那孙子都不能吃牛肉 我妈妈当然 我照照不可以吃 这是 我这虽然是笑话来说 但是饮食真的影响一个人的成长 现在讲到牛肉 我们的总理有报告 瘦肉精的事情 我有想想 当然我外行 我先说我外行 美国人都可以吃 我们不可以吃 这是什么意思 我没想到 美国人可以吃 我们不可以吃 当然欧洲说不要有瘦肉精 美国人身体 可以吃瘦肉精的东西 当然我不懂 我是因为这里面有政治操作 政治操作是什么 他们的新条流 和国民党 马英九雷外 他旁边的人 一直向中国讨好 所以要跟中国讨好 他可不可能讨好他们 稍等我要想戴戏的文章 你就知道可不可能 因为戴戏就是中国解放军的空军上校 写的这批文章 这批文章是美国CIA的交换 他本来是英港 他把他变成文字 然后交给我 我每一次高级班 头前两次 生经班 参议员班 我都有想 但是国家呢 这批我都要想 稍等待要来想这批 因为想这批就是说 中国人自己改奉本的上校写的文章 这不比咱 我说中国老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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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只听听说 有可能 中国人自己写 你总 可以更相信 你比较一样 你就知道说 哦 美国原来有很多策略 是我们不一定知道 但是英中国人 在英中国人的立場 尤其是开放军的高级的官员 他们自己知道 他们就知道说 哦 原来哦 这个世界 美国和中国中恩 到底在说什么 所以说到这个地方 我会说现在是有整个现象 十三号 今天十七 十三号的时候 啊 十八 不好意思 今天十八 十三的时候 美国的中国的国家副主席 习近平 习近平 去訪問美国 你有看这个消息吗 当然啦 这批文章 明天在 我们下課以后 回到明天晚上 我会把他打出来 我会将他十三号 到十七号 这个中间所做的工作 和什么人记民 说什么话 我会得到资料之后 我会都给他写在里面 我会给他评论 但是很值得注意 一项事情 就是十四号 习近平和欧巴马记民 欧巴马记民 欧巴马记民 第一次中国的媒体会写什么 欧巴马不反对 不是War alguma 欧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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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 欧巴马 不支持台独 欧巴马 欧巴马 韵巴马 欧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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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 欧巴马 这个不一样 你如果看你不一样 你亲自看 其实这个标是中国的内部 还是政策上的转变 所以这个转变 我可以判断 第一 习近平如果去做国家主席 他对台湾的政策会改变 他已经很清楚的知道说 台湾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这中国绝对没可能来拿台湾 不管在法理上 不管在政理上 绝对没办法拿到台湾 所以他现在开始 他如果没有改变他的用语用词 第一 中国的内部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所以现在先说不支持 没有反对 如果反对这个字眼是非常非常强烈 反对的意思是说 我反对你做这个 你如果去做怎么办 要把你处理 如果不支持 你如果去做这个怎么办 他在WhatsApp里面 No Common 我们台湾现主席在走什么路 主席的路啊 这个主席 美国一定会说我不支持台独 但是我们不是台独啊 我们是什么 自治啊 主席啊 我们不是建国啊 如果主席的时候 美国一定什么 No Common 中国要怎么办 中国习近平这边有美国人说不支持 就复办了啦 表示他们两边有共通了啦 要让我们这条路走出来啦 12月23日我们去跟日本天皇职修 12月21日我们去建国神社 向3万9千100名的台湾人给他祭拜 中华人民共和国破天荒 头一次没有评论 过去 李定位去拜 夭壽喔 这跟他犯了滔天大罪的同样 报纸很大片的 那时候台南的所政局率领四五个干部 去建国神社去拜 好有报纸很大片去修理 台湾民政府150个人去拜 点点点 是什么原因 我就看他出来说中国台度改变了 美国台度改变 当然这边去是美国跟我们说的 美国跟我们说你们可以去 你不可以看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 蔡英文说我否认我不要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就是你 马英九要向中国去 其实坦白说蔡英文错啦 九二共识台湾民政府承认 而且九二共识我们支持 你听不懂 听不懂我说给你听 你是什么人 台湾人 你跟中华民国的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 你跟是 你也不是对不对 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是什么人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系 所以你为什么不支持中国 我们很多人的头脑不清楚就是说 自己是中华民国的人 所以一听说一种政策 就觉得一种是说我 是你说对方 你会跳开啊 你是台湾人 中华民国无关系啊 他说那有什么不对 我们支持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台湾是台湾啊 你听不懂 我再说一次给你听 上海公没说什么 台湾海贴两边的中国人 都认知啊 认知啊 认为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唯一代表 合法中国的政府 美国recognize 得知 再说一次 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 都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唯一政府 请问你什么人 你跟上海公报的里面 有没有 你没在里面啊 这么多美国说 我们说这么多 你台湾人听不懂 所以台湾人 自己跟中华民国去夹 夹在中华民国里面 所以他反对了 那你反对什么意思 那你听有没有 有啦 听不懂 没关系 请你押手给我看 我再给你帅名 我不用帅名了 你都听有了 对不对 这就是他来的 people of 台湾 吓得很清楚 people of 台湾 奔土台湾人 把你押开了嘛 这台湾人 走走走走走 很简单 其实这个政策 特别说 教徒你来说 我们不用最后都在说那些 但是呢 怎么要说这些 因为中华民国那些教育 让很多人叫起 我是中国人 如果中国人就是中华民国 这中华民国 跟他中华民国共和国 在那里听不开嘛 包括谢唐廷也这样 揣英文说未来一中 看到贵 我们是台湾人哪一中 我们哪有中国 那跟我们哪有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要跟他看作朋友 他是朋友而已 自己哪有关系 所以现在美国开始 本来中国也不承认九二共识 中国不承认哦 陈云林来的时候 他还不承认哦 但是六月啊 北京 哪去承认九二共识 你都不要跟他看保证 这里面有经过操作运作嘛 什么人去运作的 美国人去运作的嘛 美国人跟他说 你和中华民国 你如果美国这样拣下去 你会害啦 所以你要去承认九二共识啦 他的九二共识是说哦 一中个表啦 中国说他的一中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另外这边 麦英九这边去叫做中华民国 一中个表 刷下去 美国的CIA提出一份 麦英九的爆炸 他的中央社爆炸是1992年 这个6月26号 那天的爆炸 麦英九承认 对不对 麦英九反对 九二共识 不承认九二共识 这边选去 他说他承认了 所以我敢跟你说 麦英九会去承认九二共识 就是美国人跟他说的 你要承认九二共识 所以他承认九二共识 中国承认九二共识 他人说不才会罢 这个土亚民的蔡英文 没人说他 推一推啊 反对九二共识 他反对 当然是美国没跟他说 那是没错 因为他十月十一 说那个话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 是台湾政府 他要主力啊 所以美国不要跟他支持 你有清楚吗 现在这个局势 我这样率面给你听 我想你就非常清楚 美国人在算什么 中国人在算什么 所以上街互相的是蔡英文这边 不略光来拜访的时候 已经拒绝见面 那真的是在罢伯 撒嬌嘛 政治上可以给你撒嬌吗 你又怎样 你也要跟他记敏 不欢喜也要跟他记敏 所以啊 我们就知道说 我就已经可以宣布说 你中华民国的民政党啊 英文没法做 他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 跟他选票结构就不一样 我早就有说给你听嘛 那150万 165万 那部分 那所谓的海外 那所谓的海外 华侨啊 把你回来回来 回来回来 你就走不路了 你要去选赢啊 所以 台湾人 唯一一条出路就是 鼓势说 我不跟中华民国合作 我不合作 我不配合 我不合作 所以我们不要去选计 我们如果有辦法 让他选票的人 降下来是 600 百分之50的人 49就好了 美国说他们就要出面了 现在是 台湾人 叫是台湾 台湾是 他的 算是 叫是说 他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所以 后面的政治操作 就没办法去处理了 所以我们最多 最多的艱苦就是在这 所以 真正的事情 要和大家说清楚 你看习近平他要做 后面的 国家主席 有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埔西来 埔西来和汪洋 汪洋是广东的省委书记 他们两个人是对抗 汪洋啊 广东的省委书记 他只是说 改革开放民主 但是 薄熙来是主张 坚持共产主义 坚持 红色中国 这边 他的副 副市长 叫做王立军 走进去 成都 的美领馆 因为我曾在成都嘛 他走进去 来的时候 他上台是 他把美国要求要政治匹复啦 所以成都的美领馆的领事啊 本来是他跟董事喔 但是他卡电位 给北京 美国 驻中国的领事啊 那个 叫什么名字 什么会啊 啊 国家会吧 洛家会 对洛家会 他马上去把白宫请示 指 说 副市长想要 寻求 政治匹复 美国国务院 因为 考虑到 王立军 他是副市长 当时 习近平在13号 就要来訪問美国了 他希望说 这个事情 不要发生 所以跟 洛家会说 他拒绝 所以洛家会去让他拒绝 他后 而且洛家会和美国 和这个 中国的国务院 和他的公安 有联络 因为 那个时候 薄熙来了 派70个武装警察 带着装甲车 去包围成都的领事馆 成都的领事馆 那天全部戒严 他就要来捏 这个王立军 那有金钟啊 当然很金钟啊 那如果真的 美国如果真的不需要他扑 他扑起来 那依薄熙来 那个死人故事 他扑 他扑 那扑到自己就好了 中国就乱了 结果因为他拒绝 那里面的 带家会将中国的公安局的副部长 跟他的反抗的队长 要求他们两个人 驾武警 坐转机 去成都 所以 去成都 王立军 当时主动驾出领事馆 给北京的公安部的副部长 把他押去坐车机 回去北京 因为他准备博熙来捏去 他绝对死 王立军 他是 博熙来在东北 那东北他是宁夏 给他带来重庆 做打黑的大队长 但是博熙来 他觉得说 王立军在收集他的贪污 博熙来的太太跟他的后生 一些不法的贪污事件 他先动手 将王立军周围 十九的干部 逮捕 其中有两个 举打死 一个失踪 所以王立军他觉得说 这样他会败陷 他不如要活命 随时把博熙来 把美国的领事案要求政治匹夫 现在把他带回北京 现在后面 现主席的发电还不清楚 但是我们断定 中共中央啊 对这个 是评为 极严重的政治事件 极严重的政治事件 所以 我相信 中国来报啊 我哪会有些大变法 这是王立军 美国国会 开始在监督说 你当时怎么会让他政治匹夫 你怎么会让他政治匹夫 但那时候 坦白说 他如果没有让他政治匹夫 我相信 这个博熙来会抓狂 他武装的 武装的建权就起来了 去包围 所以这个事情 你看他说 中国 是谁都不服谁 因为这个太子党家 拜托你做 你做主席 国家主席 你是平常去做国家主席 你还不知道 中国的选拟的制度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对不对 我知道 他有一个组织部 组织部 一般来说 中共中央有一个组织部 这个组织部 成员很庞大 这个组织部 他里面也是投票 他里面内部的投票 但这个内部投票 什么人做头的人 他在决定 他如果决定 让什么人做头 做后代的头 他就是 高代组织部 叫组织部的人 来去处理 寻求大家的意见 叫做他的投票 好 因为我现在 喉嚨不是很舒服 要来选10分钟 再来开始 好吗 好来 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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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長不能亂走 起立 准备 你游戏 你游戏 又不能避免 我们趁机 车